大家好 给大家读一段崔岳黎的女儿 崔岳黎解放以后 1949以后担任过卫生部的部长 他原来是地下党 在策动影响负责役所谓的和平起义 就是通过非战争手段 结束战争 献出北平城的过程中 发挥了很大作用 崔岳黎不知道是否是真名 反正他的女儿没姓 他的崔姓叫张小平 扶小的小 平稳的平 张小平 张小平这有一个照片 这位 张小平1949年生 然后北京师大女傅中66届初中毕业生 师大女傅中是那位被打死的叫便利云的女傅校长的那个学校吗 我不确定 师大女傅中66届的 然后文革期间在内蒙古插队 后来在北京当一个内科大夫 1988年自费赴美留学 自费 88年39岁去美国留学了 然后获夏威夷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下去 这猫讨厌 上桌子了 下去 1993年与朋友在西亚图 西亚图是华盛顿州 美国最西北角 本土的最西北角 不算阿拉斯加 爱着加拿大 与西亚图合创一个生物技术公司 生物技术很牛的 然后他15年退休了 93年经商 15年干了22年退休 这篇文章是他为父亲崔岳梨写的传记 《我的父亲崔岳梨》中的一章 我们先查一下崔岳梨的简历 崔岳梨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崔岳梨 崔岳梨还有个儿子叫张晓彤 张晓彤也是搞医学工作的 张晓彤搞了一个医馆 类似于医院医馆 我们查查崔岳梨 崔岳梨有了 崔岳梨1920年1月至1998年 大概活了78 原名张广印 他原来姓张 广州的广 广阔的广 印就是这个宋太祖赵匡印的印 河北申县人 申县我知道 在石家庄附近 现在叫申州市 出一个著名的叫申州蜜桃 当过卫生部部长 中顾委的委员 37年参加抗日 17岁参加抗日 38年在河北申县 抗战建国学院学习 担任抗战建国学院医院的指导员 39年入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禁察纪中央分局工作 43年 日本快投降的时候 43年 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区 从事中共地下党的要职 地下党的主要职务 我估计因为他懂一点医术 就以医生或者过去都是开医馆 就是自己开诊所 以这为掩护是我估计的 然后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就是所谓的解放战争 台湾叫剿匪战争 代表中共参加北平谈判 当时在北平的地下党 至少有两个系统 一个叫南系 一个叫北系 地下党有不同的体系 然后促使傅作义 邓宝山等人签署和谈了 邓宝山就是傅作义的把兄弟大哥 也是个军阀 后来也跟着共产党走了 此后他担任中共北平市委 第一书记彭真的政治秘书 后来他担任了北平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 兼北京市政协秘书长等职务 政协里边的秘书长 一定是中共派的 然后58年任北京市委的 卫生体育部部长 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兼卫生体育部部长 其实很多这个市长啊 省长啊 正的副的 都是从当领导的秘书当起的 这个领导的秘书就是领导最信任最喜欢的人 文革期间啊 受彭真的影响于66年7月被停止工作 靠边站了啊 然后67年入狱被关押了 直到75年关了整整8年 75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78年任卫生部副部长 81年兼任这个寄生委 就管这计划生育的吧 少生孩子吗 副主任 82年到87年任卫生部部长 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就叫爱卫会啊 管打草卫生的管这些事了 87年任中共委委员 98年去世了 还在中国中西药 中医药学会 世界医学气功协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这个担任了一些职务啊 好吧 我们不读这个了 我们回到这篇文章上啊 这个张小平啊 回忆他的父亲啊 他催月梨至少是一儿一女啊 现在披露出来的啊 我们读读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 1948年5月 中共中央一驻啊 到了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这个小村啊 西柏坡在胡托河边上 距离石家庄 石家庄是47年就被共产党野战军 华北野战军把给打下来了 距离石家庄150华里啊 75公里 这是解放战争啊 就是国共内战啊 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心 世人未必知道的是危机时刻 危机时刻啊 中央中共中央统帅部在这里上演了一出现代空城记啊 成功挫败了敌方的偷袭 而这一妙计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中共强大的情报系统和忠诚的无名英雄啊 这个就是崔岳梨 1948年啊 48年 在北平啊 那会儿他还年轻啊 只有20多岁啊 崔岳梨 出蜜桃的地方啊 深州蜜桃 河北深县人啊 千军一发的时刻啊 1948年的10月15日 48年10月15日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 21日啊 过了六天 长春守军放下武器投城了 其实他用的投城 这不一样 长春的部队分成两个部队 一个部队是嫡系的中央军 另外一部分是杂牌军云南的滇军 滇军叫起义 这个中央军叫投城 这不一样啊 至此东北三大战略要地 其实就是国军就占了三个城市 广大农村都被八路军给占了 是吧 三大城市就是锦州 长春和沈阳 现在只剩下沈阳 还在国军手里了 蒋介石呢坐立不安啊 由沈阳 他去了一次沈阳都站去了 然后又飞抵北平了 因为东北要完了 马上就是华北 唇王齿涵嘛 挨在一块了 由华 与这个华北较总的总司令 傅作义密伤后 决定派重兵偷袭石家庄 他们推测 中共统帅部就在那一带 为此布置要活捉毛泽东 23日 傅作义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部署行动计划 队内代号叫川芯战术 川芯战术 队外扬称 圆禁兵团 禁是山西 要援助山西 行动时间定在28号 25到28 五天时间 之所以有圆禁一说 是因为傅作义的老上级 阎西山所在的 这个山西省会太原 已被华北野战军包围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不叫华北野战军 共产党的军队啊 后来整编之后 西野 西北野战军 也叫一野 彭特怀 甘思奇 习仲勋 还有这个 现在这个叫什么 政治局委员这个 这个中纪委书记 赵乐际他爹 赵寿山 他们叫一野 二野叫中野 中原野战军 也叫第二野战军 刘邓大军 刘伯承 邓小平 三野 也叫华东野战军 是 是陈毅 陈毅 肃玉 谭振林 是他们 四野 是林彪大军 是林罗刘 林彪 罗荣环和 刘亚楼 没有华北野战军 叫华北兵团 你怎么又来了 下去 下去 这猫老讨厌 我跟这说话 他老上桌子 有时候在我旁边的凳子上 他也听 他听也听不懂 你跟这倒什么乱 跟我起什么腻 所以是华北兵团 华北兵团给包围了 此举可缓解太原的压力 其实国军这时候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到处是风火狼烟 摁下了葫芦 飘起了瓢 是吧 已经不行了 这时候只能是抓住重点了 此时 这时候 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 华北兵团 开赴外地 主要是从河北这一带 去了山西 围困太原去了 要打太原 石家庄一带兵力空虚 中共中央的处境万分危急 可能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呢 是吧 中央 中共华北局成功部 华北局成功部 城市工作部 当时共产党的势力 它的武装力量 基本上还是在农村为主 北平地下党学委 北平地下党学生委员会 领导的职清部 职 职业的职 青年的清 意思是职业青年部吗 在傅作义身边 安排有情报员叫刘时平 刘时平我看看查一查 刘时平的公开身份 刘时平的公开身份 我们看一眼啊 是一个报社记者 看一眼 公开身份是义士报采访部主任 义 义出的义啊 四川那个义州的义 义士报 采访部主任 这个义士报 我想起一个人叫雷明远 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啊 他来中国之后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抗战的时候被八路军抓起来之后 应该是经过一定的打他了 好打吧 因为他站在国军方面 蒋委员长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他帮助救伤兵啊 这个帮助一些弱势群体啊 这个台商员什么的 后来回到重庆就死了 这个义士报啊 有可能啊 如果我没记错 跟这个比利时神父 天主教神父雷明远有关系 雷明远建了一个亚洲最大的 现在最高的天主教教堂 就在天津 武清区 小寒村 当年叫河北省的武清县啊 该报号称 你看他说了吧 该报号称民国四大报之一 什么大公报啊 义士报啊 四大报之一民国初年由天主教会创办 哎那就是我说的 就是雷明远跟他有关系 在平津地区影响很大 这一职业掩护对他很有利 刘啊 这个刘时平的上级是职清部 职业青年部的支部书记李炳权 李的上级是学委秘书长崔岳黎 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啊 一个人对一个人 这个 李炳权 李炳权就是我妈的老家 河北仁秋人 李炳权还有一个亲弟弟叫李炳黄 然后他们有一个堂哥叫李腾九 李腾九就是傅作义的亲信 傅作义驻北平 原来傅作义的军队不是在西北吗 在晋隋军吗 在张家口啊 吉宁啊 在内蒙一带 后来到了张家口 后来到北平 是傅作义驻北平的联络处处长 叫李腾九 是他们的堂哥 都是河北仁秋人 这有一张照片看着还真英俊啊 这是傅作义 傅作义是号称守城将军 他守城 有的人适合进攻啊 有的人是适合防守 他守城守哪出的名啊 一战成名守河北卓州 当年军阀混战的时候 他是严西山的人 他被谁包围了呢 被东北军 被凤军 被张作霖张学良包围了 守卓州 守了好像好几十天 东北军都没打下来 后来双方达成协议 他把这个卓州城给了东北军了 就变相投降了 后来他逃出来了 逃出来的帮助他逃跑的是两个大学生 其中一个大学生 后来还加入了蒋委员长的侍从使 侍从使的上校 后来还升了少将 还担任了国军的高级将领 还有他的亲弟弟 这两个人都在蒋委员长的侍从使当上校 上校侍从武官 后来都升了少将 这亲哥俩 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或者说叫共产党的特务 打入了侍从使 侍从使大量的军事核心机密 这哥俩姓段 一个叫段伯宇 一个叫段忠宇 伯中书记 亲兄弟俩 他们俩的父亲 叫段云峰 保定军校的时候和蒋介石 是大学同学 保定军校的同学 就利用这个身份 这哥俩搜集了大量情报 其中那个段忠宇 后来担任汤恩博 汤恩博后来不是松户警备总司令吗 就是汤恩博下边的上海铁路司令部 和上海港口司令部 都是副司令 这个段忠宇 段忠宇 让大量的国军的后撤人员和物资 在这个铁路线 在铁路线上不让他顺利的车到台湾去 让大量的人被俘 让大量的物资 最后给了共产党 给了解放军 解放以后 到了中国科学院 好像是动物研究所 担任了一个副所长 还是一个什么职务 这亲兄弟俩 姓段的 刘诗平啊 接着说这刘诗平 刘诗平就是意识报 这表面是一个天主教会办的报纸 他是那的采访部主任 刘诗平是隋远人 隋远是一个省 大概相当于内蒙古西部 包头啊 呼和浩特呀 阿拉扇呀 鄂尔多斯呀 巴延闹尔呀 武元呀 临河呀 吉宁啊 就内蒙西部 可能 可能还有山西北部一点点啊 这个隋远省的汉人 都说的是山西话 都是大部分是山西人 也有河北人啊 甘肃人 陕北人也有 但是山西人多 所以最终 这个隋远省讲的是山西的口音啊 这个 刘诗平是隋远人 副作义 长期经营隋远 部下有很多该省人士 对 他用了很多隋远人 原来山西省跟隋远省关系特别密切 和他交往最深的有三个隋远老乡 你看看啊 这三个人都什么人 第一个 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 鄂有三 他这个鄂 就是湖北那个简称的鄂啊 鄂有三 朋友的有一二三的三 鄂有三 还有一个 共产党的特工 共产党的特务 和国民党的特务还交朋友 第二个是保密局 保密局是个简称 国防部保密局 华北特别站 站长兼 华北脚总 爆破大队 大队长杜长成 保密局原来有个北平站 北平站的站长叫马汉三 原来是戴笠的亲信 后来跟戴笠闹翻了 被杀掉了 马汉三 哪的人啊 北京南边大型人 还有一个宪兵第三营 这宪兵也很厉害 宪兵其实英文叫 military policeman 军事警察 就是执行军纪的 是吧 中国大陆没有宪兵 中国大陆叫 叫纠察 叫军纪纠察 就是过去的宪兵 宪兵第三营营长 叫刘建龙 你看看他交往的宪兵 特务 还有骑兵旅长 然后这哥仨的朋友 是共产党 四人关系密切 老乡吗 又都是有头有脸了 每逢相聚 必定开怀畅饮 国民党怎么失败的 对吧 主要就是共产党 渗透到了党政军 主要是要害部门 只要是要害部门 全是共产党 连蒋介石的文胆 总统府的文官长 陈布雷 的亲闺女陈莲 女婿 袁永熙 袁永熙 这都是共产党 这里边说的那个 不是李腾九 就说的这个叫 李炳全 李炳全上大学期间 好像就是被 陈布雷的女婿 袁永熙 发展为共产党的 就是袁永熙 加入共产党的时间 还要比李炳中啊 李炳全啊 很多人还要早 10月17号 蒋介石一到北平 城公部 就地下党的 中共的城市工作部 就开始关注其动向 好吧 先读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啊 这个我对民国史啊 也特别感兴趣 北洋史也感兴趣 抗战史也感兴趣 国共内战史 也感兴趣 基本上没有我不感兴趣的事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好吧 谢谢大家 请给我转发点赞 谢谢了